我们在熬制的时候也要固体的搅动 把羊油里面的酸味散发出来 好 现在羊油已经融化了 我们放入姜片 把姜片和葱干的香味全部炒得有点难 炒到时候要不停地翻动 就是这样的盐 它的姜片和葱罐都有一点微微的发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 关火 用网盛出来备用 我们准备一个高压锅 导入之前焯好水的羊蝎子 导入滋补料 导入调味料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接信703655419 703655419 再导入香油 刚才炖出好的香油 盖上盖子 开大火 水上去之后 我们关小火 压20分钟 然后关火 焖10分钟 压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打开 这就是我们的清汤羊蝎子火锅 现在我们把它捞出来 放上香菜 我们的清汤羊蝎子火锅就做好了 我们的清汤羊蝎子火锅就做好了